王室的大瓜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 一段时间以来 英国王室的大瓜一直占据媒体的C位 王室成员们不负众望 为大家上演一步步关于嫉妒夺角恋 兄弟反目父子都狠秘密私生子等等高话题度电视剧 原以为英国王室已经够雷人的了 没想到一直默默无闻的丹麦王室 也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大瓜 而这个大瓜是女王剥夺王室成员头衔而带出来的 王冠会掉别哭 9月底丹麦女王突发声明 宣布从明年一月份起 小儿子与阿西姆王子家的四个孩子将失去王子和公主的头衔 消息一出娱乐哗然 玛格丽特女王竟然毫无征兆地剥夺了四个孙辈的头衔 这四个被贬为庶民的孩子分别是二王子 和前妻文雅丽所生的两个儿子 23岁的尼古拉和20岁的菲利克斯 以及和现任妻子所生的一儿一女 13岁的亨利和10岁的雅典娜 丹麦女王给出的理由是剥夺四个孩子的头衔 能够让他们更加自由 不受王室的束缚 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时来得很突然 四个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都表示很无辜 很受伤 从他们事后发表的言论来看 女王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 似乎并没有给他们预留太多心理准备的时间 玛丽王妃还透露 10岁的小公主因为此时还在学校被霸凌 所有孩子都受到了伤害 面对小儿子一家的强烈反应 10月5号 玛格丽特女王出来道了歉 但却表示不会收回成命 这事可是大有蹊跷 女王一共就只有两个儿子 但据说王储和弟弟常年不和 而欧洲各国媒体猜测导致兄弟戏强的原因 竟然相当劲爆 说是不得是的 二王子爱上清歌的妻子 未来一国之后 这电视剧才敢写的情节一下引爆了舆论 瑞典的周刊甚至爆出一张照片 是最久的二王子 曾在丹麦皇家卫团举办的晚宴上 试图强吻嫂子 嫂子尴尬又不失礼貌地错身逃脱 老婆就在一边目睹了这尴尬的场面 从此跟姑嫂生了嫌隙 丹麦本国媒体早就怀疑 玩卡二王子其实一直深爱嫂子 因为现任二王妃不光 跟嫂子的名字极为相似 都叫玛丽 甚至连样貌气质都很像 好家伙这是什么白月光替身梗的禁忌之恋 我们先来简单说一下哥哥嫂子的故事 这位玛丽太子妃也是一位传奇人物 现年50岁的太子妃玛丽 出生于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州 她喝大王子的相遇纯属偶然 那是2000年的夏天 奥运会正在悉尼举办 大王子和众兄弟姐妹也来到悉尼观看比赛 闲暇时间一行人来到酒吧喝酒畅聊 很快 林桌的一群澳大利亚姑娘们也加入到他们的讨论当中 聊天的话题越来越广泛 王子公主们也非常喜欢这种隐瞒身份 轻松畅聊的氛围 在这群澳大利亚姑娘当中 有一位姑娘吸引了大王子的注意 她喜欢骑马 爱运动 爱探险 她感觉自己找到了另一个世界的自己 两人互换了联系方式 并相约后面几天继续见面 继续畅聊 这位姑娘就是玛丽 彼时的玛丽在国际广告代理公司工作 她能说会到聪明伶俐浑身散发着营销天才的气质 大王子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到了不得不分别的日子 这时候大王子才跟玛丽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说她是丹麦的王子 并向玛丽表明心意 大王子回到丹麦后对玛丽念念不忘 玛丽也终究和这位王子开始了异地恋 一年后 玛丽辞去澳洲的工作 搬去了丹麦哥本哈根 在离王宫不远的地方做了一套公寓 并在丹麦微软商业分公司获得了项目策划的职位 玛丽和丹王子的恋情愈发浓烈 而这位丹麦王子也已改早年间花花公子的行径 对玛丽死心塌地 终一步2204年5月14号 玛丽和大王子王储结婚 彼时二王子与阿基姆正处在婚姻破裂的边缘 作为王室的二王子与阿基姆比哥哥结婚早 他于1995年就和出生于香港的文雅丽结婚 两人的结合曾成为香港轰动一时的新闻 时至今日依然有中文媒体称他为 港产王妃文雅离婚后受到丹麦民众的爱戴 他热心公益事业 曾出任丹麦红十字青年团丹麦市丈人士协会 动物基金会 尔格现代艺术博物馆 丹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多个组织的解脱人 被誉为北欧的威尔士王妃戴安娜 然而和戴安娜王妃一样 文雅丽并没有获得长久的爱情 外界认为二人离婚是由于文雅丽投身公益事业 而亚基姆王子则热衷于派对 及赛车等娱乐活动 两人性格不合所致 再来看嫂子玛丽太子妃 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十分喜欢运动的王妃 高中时她就是去棍球队的队长 大学时她是篮球队的明星 她应该也喜欢派对 毕竟她和大王子就是在酒吧里认识的 总之不管怎么说 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女人嫁入王室后 给王势力平静的 带来了一些波兰兄弟俩都对她心深爱慕 再回来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二王子不可能夺哥哥所爱 他迅速地和当时的妻子离婚 很快和法国人玛丽约会 玛丽一登场 代办人就糊涂了 她的名字和嫂子玛丽非常像 生日只差一天 最最关键的是 他们怎么长得那么像啊 简直像是双胞胎 相同的脸型 相同的发色 相同的气质 简直是一个母字里刻出来的 很多丹麦人根本分不清 经常在玛丽的报道下评论玛丽 玛丽的报道下评论玛丽 有人甚至一直到2019年 才发现玛丽和玛丽不是同一个人 谈了两年恋爱后 二王子和玛丽卡瓦丽埃宣布结婚 婚后两个月就出现天大 瑞典杂志给丹麦皇家卫举办的宴会上 二王子醉了 妻子玛丽的面试图亲吻嫂嫂 玛丽带着明显的醉意 玛丽特女王的小儿子 试图用嘴唇封住她嫂嫂的嘴 她尽可能地让开 脸上挂着平静的微笑 旁边的玛丽目睹了这尴尬的时刻 杂志把亲吻照放到封面 她很快传遍欧洲各大八卦媒体 让丹麦王室脸上无光 丹麦小豹早就怀疑二王子喜欢嫂子 这下更肯定了 写了很多文章讲述四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当时正是玛丽对二王子的热恋期 这起丑闻让她心里很不舒服 有小豹报道她已经将她视为敌人 而网友们也是积极地参与了 这大胆猜测的讨论中 不少人都觉得 这照片看起来可能的确有那么一回事啊 这太糟了 如果是真的不该被传出来 她的第二任妻子的确长得像嫂子 二王子娶了嫂子玛丽的替身 我就常常在想 哈利是不是也爱着凯特 哪怕只有一点点 不得不说 这个瓜有点太震撼了 为了消灭洲里不和的传言 丹麦女王开启了一场王室宣传活动 她让两人一起参加活动 一起郊游 一起看歌剧 王室拍了不少轻松愉快的照片 把民间的质疑生压了下去 但王室专家说 两人私下的关系并没有变好 不是说他们相处不好 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和谐 他们不是朋友 也不会是因为他们性格迥异 所以几乎不可能成为朋友 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事 让二王子和大王子一家的关系越来越差 二王子从小就和哥哥的关系一般 他们没有共同的朋友 兴趣爱好也不一样 身为二王子的尴尬身份 让二对哥哥颇为嫉妒 认为王室里没有自己的位置 就这样僵持了几年 2019年 女王让二王子和妻子搬到法国 远离国内的王室事务 二王子清楚地告诉丹麦媒体 搬家的决定不是他们做的 换言之 他们是被流放过去的 两口子在王室的影响力 变得越来越稀薄 越来越边缘化 而王储和王储妃的道路 变得更加顺畅 疫情发生后 女王把很多王室工作交给大王子 他们完成得很不错 嫂子玛丽更是多次代表女王发言 在丈夫和女王出国时 她还担任丹麦的摄政王 眼前发生的事 让二王子很焦虑 2020年7月 她因脑血栓紧急入院 情况危急 哥哥大王子妃到法国看完她 两人关系好了不少 但让丹麦人不解的是 嫂子没有去 难道两人之间还是很尴尬 大王子妃玛丽和二王子妃玛丽的关系也 没有恢复 自2019年10月后 两人一直没有碰过面 一个往事内部人员告诉媒体 他们从来没见过两个王妃一起做事 无论是私下还是台面上 他们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从命令二王子一家搬到法国 再到剥夺两人孩子的往事头衔 丹麦媒体认为 这是女王一步步削弱二王子的影响力 她是一个不可控的经常惹事的人 再加上她名里案里透露出不满 会危害王室形象 这次夺名风波后 阿尔和玛丽公开承认 他们和大王子一家的关系不好 也埋怨女王和大王子事后没有联系 他们双方的沟通断掉了 为人父母心里难受可以理解 但这些话把丹麦王室的内部分争都暴露出来 论抓马程度和英国王室不相上下 表面上岁月静好的丹麦王室 稀巴出来也有这么多事 吃瓜请重 看得津津有味 只可惜几个倒霉孩子了 丹麦女王本来想通过各种手段来掩盖此事 却不曾想预盖弥彰 因为剥夺孙子王位一事 让这事变得路人皆知 往后他会不会和英国的哈里王子一样 和王室的关系进入冰点呢 二王子的命运难道是一样的 被放逐 被嫌弃 还未经许过温论之后 却不许过来 你应该做的答案 一定的答案 是因为 不一样的这些 被关系进入冰点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